我们的植物类机械柴骨 解决出了放射性物质 这明显是有人不意在黑伍的 创业 讨他不喜欢 他就掐死 别吵死 你教训姓陈 就是柴骨的胎 无论哪家公司 直接掐死就是了 风尘 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 你要是出气很坚满 稍有不胜 就会变轻而易举的恩死 这点教训给他 无伤大雅吧 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 由谭松韵 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 《你比星光更美丽》 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韩婷一直都清楚 曾迪是个利益至上的女人 为了达到目的 哪怕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也要坚持的行为 虽然让她打心底欣赏 可两人太过相似 除了朋友和合作伙伴外 她不想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可她没想到的是 曾迪已经陷入了偏执 她私心地认为 都是继星的出现 才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于是就设计了一场绑架 原本商量好 是想趁机除掉继星 事成之后 她不仅给他们一大笔钱 可韩婷却及时发现 靠着手机定位系统 把继星给救了出来 因为做过三年的地下情人 而两家人的关系 一直十分友好 韩婷就看在两人曾经的情分 还有曾老爷子的面子上 没有把事情闹大 只是让曾迪失去广华的控股权 韩婷根本不知道 曾迪更加想除掉继星 偷偷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在她要出差的时候 收买她的司机 在车子上动了手脚 因为公司突然出事 继星临时改变形成 导致苏芝周出了车祸 被送到医院救治后 继星再查出是曾迪所为 再也无法容忍 直接将她收集到的证据 移交警察 韩婷出差回来得知 一边庆幸继星没有出事 一边也十分后悔 当初的心词手软 担心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韩婷不是没给过机会 是曾迪没有珍惜 最终恕罪并罚 曾迪也被判刑十年